榴莲现在是我们中国的一种网红水果,很多中国吃货都特别喜欢吃榴莲,在各大超市里面,也都有卖的。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,其实在我们中国,并不适合榴莲的生长,中国的榴莲大部分,都是从泰国进口的。 只有泰国的榴莲,才允许袋壳出口到中国,以前一直都觉得,编住,所以卖的那么贵,是因为比较稀少的原因,加上进口的费用。 到了泰国以后才知道,原来一克十米高的榴莲树,又能结果上百个,产量是非常高的。 泰国人还贪心的卖那么贵,泰国人看完以后表示很委屈。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热带国家,这里非常适合种植榴莲。 所以,泰国的水果种类也是很多的,关键是价格很便宜。 尤其是泰国的榴莲,比我们中国便宜太多了。 很多人都会专门跑到泰国去吃榴莲。 就为了一次效能够吃过瘾。 到了泰国以后才知道,榴莲的产量竟然这么高。 一棵树就能结上百个果子。 这个时候,中国吃货都觉得泰国人太贪心了。 大家都不愿意买了。 但是泰国人却表示很委屈。 我们只看到榴莲的产量非常高。 那是因为榴莲在成长的过程中,一些发育不好的果子,都是会掉落的。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,能结果上百个。 但是到最后,也就剩下几十个而已。 而且榴莲的采摘也是很危险的。 需要的人工成本很高。 最关键的是榴莲前期的成本比较高。 榴莲树种下以后。 要长达七年的时间,才能够接触榴莲。 且时间越长的榴莲树。 接触的榴莲品质就越好。 再加上榴莲运输起来是很麻烦的。 这种水果的保鲜期很短。 从泰国千里迢迢,运输到中国。 损耗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。 有时候还不如直接在泰国卖呢。 采摘榴莲的时候。 不要有人爬上树。 还要有一个人在树下接住。 榴莲上面有很多的刺。 而且个头也很大。 榴莲树也都是那种比较高。 不管是在树上摘的。 还是在下面接的。 都是非常危险的。 所以工资都非常高。 这也算在成本之内。 怪不得泰国人都觉得委屈。 原来榴莲价格高,也是有原因的。 看完以后竟然有点心疼他们。